舒适区 舒适区这么舒服 为什么一定要走出舒适区 我年轻的没人跟我讲过这话 都玩过吃鸡是吧 舒适区的范围是越来越小 反正今天的舒适区到了明天 就是危险区 其实你在舒适区待久了 他就一定感觉不舒服 不走出舒适区 怎么知道会有更舒适的舒适区呢 一定要走出去 老呆在里面真的会胖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陪父母怎么办 那就把父母当孩子带 关心他们的生活 一个拥抱 因为最近我的父母生病了 所以我才有时间陪他们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才感觉到 为什么要等他们生病以后 我才能有机会陪他们 或者特别简单的一句话说 爸爸爸我爱你 最最最最最 简单的情感的表达 什么就假装有生活 我喜欢零点 聊炖肉 我觉得挺好啊 而且记得要给他点个赞 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方式 我从来没有朋友圈 现代人已经生活得很惨了 如果连假装有生活都要剥夺的话 那他们就更惨了 我都当真的 成年人的崩溃如何自愈 好难啊 天天说崩溃的人 千万别拿他钢子 成年人的崩溃是不可能治愈的 不要把距离放在痛苦和崩溃本身 只能慢慢由时间来复杂 唯一途径就是时间 你把自己安心地交在时间的手上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时间 年轻人现在的性生活少的原因 我觉得现代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处事原则 一个是关你屁事 一个是关我屁事 挺好啊 不给别人添麻烦 说明大家通过性能得到的这种满足感 和认知感也越来越少 你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也挺好 有一身心健康 少看手机 多那个什么啊 成年人失眠的根本原因 还不够累 简单 看手机看的 你本来就该睡少一点 筋疲力竭了 晚上能不能睡好觉 真的有很多人适合 是不想睡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想太多 我就是想太多的代表人 一方面是有烦恼 一方面是舍不得睡 你想想看你 你头发开始地中海了 你肚子开始长起来了 然后你每天都还以为你要睡八个钟头吗 你以为你还在长个啊 睡一夜就少一夜 如果你不想睡 或者睡不着 你就先别睡 睡眠有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它到时候自然会给你 早早睡觉 都没事了 现在您现在已经没有头发了 怎么办 那就像我这样替光太好了 非常省钱的 可以直发吧 没有头发的话 往头上抹黑的化妆粉 这说明了是一个投资入室的好时机 不要为没有头发忧伤 因为未来可能没有的东西会更多 保持距离 好交易 需要信任 喝酒啊 喝很多酒啊 我 拿到了 我身边朋友从来都很少 主要跟我的情况太不一样了 我就是朋友太多了 一个人只要一想这个问题 友情就很难维系了 你如果做个心平气和的乙方 你就觉得甲方是你儿子就好了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一个 心平气和的甲方 若是乙方了 你凭什么不心平气和 做乙方是一件既得行善的事 以后的好脾气 可能都是当初做乙方的时候 所得到的 对年轻人刚刚入职的建议 不要关注挣钱 先不要想着明天你会怎么样 不想干就辞职 想干就好好干 不要对任何一份工作 会有不高的期望 什么时候开始 要懂得存钱这个习惯啊 我小学就开始存钱 9岁10岁开始存钱 我到现在还没存钱 永远不要学着存钱 你要学着花钱 多花钱买点好玩的东西 好看的东西 让自己多一些好的记忆 有什么不合适 本来就那么多钱 存也存不到哪去 10年前你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去了甲方 活下去 继续和平 坚持写作 走出舒适区吧 成为了一个妈妈 要相信时机跟命运 好好地享受你的当下 就是此刻 你待着挺好 好 好 好